2016-17赛季NBA季前赛的一场海外赛在西班牙开战 俄克拉和马雷霆挑战皇家马德里 两队打入加时赛 最终的雷霆不敌皇马无缘季前赛的开门红 皇家马德里俱乐部不仅文明于西甲 在欧洲蓝坛也有很高的成就 俄克拉和马雷霆则是NBA联盟的近旅 首节雷霆就建立起了13分的领先优势 此后上半场一直维持领先 然而莫杰主队持续发力 费尔南德斯的进攻帮助黄马将比分超出 双方已来我往 四节战霸战成126平进入加时赛 文章比赛黄马有7人得分上双 亨特贡献关键的5分帮助黄马建立领监 雷霆的奥拉迪波贡献全场最高的34分 但是最终雷霆以137比142不敌黄马 无缘季前赛的开门红 此后雷霆还将和巴塞罗那过招 请客視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护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与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